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介绍的是 共物变异数的相关的题型 这是成大经济所考过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叫做共物变异数的题目 那么题目的内容我跟各位同学解释一下 现在他说 Let x and y 是random variable random variable就是指的是随机变数 那么μ x, σ x 平方 这就是什么 mean指的是平均数 variance指的是变异数 那么 x 的变异数叫做μ x σ x 平方叫做 x 的变异数 那么相对来说 如果改成 y 那就是 y 的平均数 还有 y 的变异数 重点是在这边 σ x y 它是什么呢 the covariance between x 和 y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说 σ x y 指的是 x 和 y 中间的 叫做共变异数 好 那题目说了 说 a 跟 b 是 constant 就是指的是常数 那么他希望说 要我们用 variance definition of variance 指的是我们要用的是变异数的定义 去证明这个算式 ax 加 by 等于 a 平方 σ x 平方 这个加起来中间还有一个 2ab 共变异数 如果是独立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可以不要写 但是不行 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σ x y 那么我们怎么证明呢 那么我们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定义 各位同学 你们知道变异数的定义是什么吗 如果是 x 的话 那么就是 x 减μ 的平方的期望值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展开来 a 平方减掉 2ab 加 b 平方 这个μ 指的就是期望值了 那么其实展开来之后 我们发现很简单的 它就是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这样的写法 这叫做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我们都是用这样来算 会比较容易好记 而且又方便 所以我们一样的 这个展开了之后 再利用这个结果 我们会算起来会比较简单 好来我们看 这个定义方是 x 那这边是 ax 加 by 我们当然一样可以套进去 现在题目是 variance a x 加上 by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写成 平方的期望值 那同学知道 平方的期望值是怎么做呢 是 ax 加 by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 期望值的平方 那么看起来有点麻烦 不过不要紧 我们的话呢 要有耐心的把它展开来 好我们展开来看看 这是 a 加 b 这前面是 a 后面是 b 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来前面展开 a 平方 x 平方 加上 2 a b 这相乘啊 再加上后面的平方 这是前半步 那么后半步呢 后半步我们先不忙 我们要知道 期望值 它具有一个线性的关系 就是 我们可以把它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 a e x 再加上这个地方 b 也可以提到前面去 e b e y 后面的那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来 那么我们现在继续往前做 期望值的好处 就是它可以 有线性的关系 它可以拉开来 而且 系数都可以放在前面 这叫做平方的期望值 前面这里有一个 2 a b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写出 2 a b 然后 这个地方不能随便拆 x y x y就 x y 再加上 b 平方 数字可以移到 期望值之外 然后后面的进度比较慢一点 来我们再继续写下去 这是前加后的平方 那么就是前面的平方 加上2 a b 这个地方2 a b 这边还有ex e y 再加上 后面的平方 b平方 后面的平方是 e y y的期望值的平方 好 那现在我们做到这边 我们几乎都已经可以算出来了 怎么看呢 前半步跟后半步 前半步我们 这两个凑在一起 有a平方的 我们写出来是 a平方 这叫做 平方的期望值 后面是 期望值的 平方 这是第一步 我们再来看第二步 2 a b的部分 加上 2 a b 2 a b 来前面是什么 1 x y 减掉后面的部分是 1 x 乘上 1 y 来 最后一部分呢 最后一部分是 这个 都是b平方 那么 前面是 y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 y的期望值的 平方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 按照前面所说的定义 写下来 这个 这个了 现在我们发现是这个 等于a平方 这是什么呢 这是x的变异数 所以是sigma x的平方 再加上 这是2 a b 2 a b 各位同学要知道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 covariance的定义了 这是sigma xy 最后一个呢 是b平方 b平方 那么 我们去写一下 叫做b平方 这个是 y的 变异数的定义 sigma y的平方 那么 各位同学看看 这个的结果 跟上面的结果 是不是一样呢 于是 我们就证明了 这样的结果 中间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 共变异数 我们的结果 我们的结果 我们的结果